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小时候就在夜市走丢过 那你一定很害怕 你也还好 我们家附近的夜市不大 几来几去遇到的都是邻居 都是熟人 越逛心里越难过 想妈妈 看见人家手上都有吃的我没有 为了这个难过啊 不远东旺路漫漫 双袖隆中泪不甘 找不到家 吓哭啦 马上相逢 吴指笔 哪来的马 夜市有那种投币式的电动小马 前一个小朋友不坐了 那个马还在摇 我就赶紧坐上去 见人家玩剩下的 平均传语报平安 这是 我一骑上那个电动小马放声大哭 我妈就发现我了 真没出息 现在的小朋友可就不一样了 机灵 前几天我又逛夜市 又是人几人 逛着逛着 我又遇到了电动小马了 回忆起童年往事了 古人东旺路漫漫 双袖隆中泪不甘 又想起同一首诗了 我突然发现身边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她拉拉我的裤头 指一指电动小马 什么意思 我就懂了 我就把她抱上了电动小马 您真通人情 她又指一指投币孔 那你就 我当然帮她投钱了 把你当工具人了 我就想 要怎么帮她找妈妈呢 您倒是好心 我想起这首诗的后两句了 马上相逢五指笔 小女孩在电动小马上 一边骑着一边持着棉花糖 哪来的棉花糖 当然是我买给她了 平均传语报平安 小女孩说 遇到我妈的话记得跟她说 说什么 玩够了我自己会回家 比你以前强多了 故远东旺路漫漫 雙袖隆重 泪不干 马上相逢五指笔 平均传语报平安 这首诗是写在西行图中 偶遇前往长安的东行使者 勾起思乡情绪 也表达欲建功立业的开阔豪迈 且放达的胸怀 使旅途的颠沛流离 思乡的肝肠寸断都在诗中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途中遇到了入京的使者 彼此安马孔总交臂而过 一个继续西行 一个东归长安 想要托您带风平安加信回去 偏偏匆忙之间又没有纸笔 顾不上写信了 只好托您带个口信吧 一方面有对京城 雇员 相思眷恋的柔情 一方面却又表现了 开阔豪迈的雄心壮志 这首诗朴素 自然 充满浓郁的边塞生活气息 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 清心明快 余味深长 不加雕琢 信口而成 而又感情真挚 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 口中所言 以语言的艺术提炼概括 使之具有深厚的意义 在平易之中 而又显出了丰富的韵味 所以深入人心历久不忘 作者岑申 是唐代边塞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年少孤贫刻苦 骗读京史 前后两次在边塞助手 共计六年 后来也当过地方官 罢官之后 刻死于成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